yoo this is dj the mall 哈囉各位同學 歡迎再次收看dj the mall的教學節目 在這裡我們要提到的是小數的四折運算 很多同學說 小數四折運算還需要提喔 在這裡請你來聽dj說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基本觀念 0.1是什麼 把1分成十等份 也就是十分之一它是十的負一次方 因為我們上國中了以後 已經有學了指數這種東西 而且還有指數率六大公式 所以0.1你不只要會跟分數做換算 還得要會用指數形態來表示喔 好 接下來0.01為什麼一千分之一 就是十的負二次方 對不起 0.01是一百分之一就是十的負二次方 0.01換算成分數就是一千分之一 那就是十的負三次方 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一定要強調小數四折運算 有的同學 可能他本來 數學觀念就不是很清楚 模模糊糊的 有的同學是因為天氣熱覺得煩躁 會發生比悟 有的同學 是這個大考試一陣太緊張了 緊張到哪筆都會發抖 那在這裡DJ人物要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考試不能亂來 對你來講影響太大了 所以DJ人物要提醒你各式各樣有可能會發生失誤的情形 首先小數的加減法 記得小數在做加減法的時候小數點是要對齊的 DJ人物在這裡秀了一個標準的錯誤示範 為什麼 因為很多同學在考試當天他可能有壓力 或者說他根本實際上分數就不是很清楚 小數不是很清楚整數不是很清楚的那種人 他在寫的時候他居然可以寫出這樣的算式 他想說最後對齊 因為太習慣了看數字的時候就是大家尾巴是對齊的 好啦那答案就會怎麼樣錯誤 在這裡請各位同學記得 小數點一定是互相對齊了之後才做直式的加減運算 好不好 還有一件事情 其實除了像0.1加0.5這種太簡單 只有小數點以下一位的 否則只要是小數點兩位對兩位以上的計算 DJ人物都不贊成你直接橫式就覺得說 你可以算出正確答案來 因為考試發生支入的機率太大 好緊接著我們看一下 小數的成法0.025乘以0.37 一樣根據個人的經驗 我也不贊成學生直接拿指示來拼計算 乾脆怎麼樣把它變成分數來計算 你的失誤率反而會降低 0.025就是1千分之25 0.37就是1百分之37 分子乘以分母指是925 分母乘以分母在這裡是10萬 所以呢各位同學只要記得 我小數點以下3位乘上小數點以下2位 加起來的話我小數點以下要5位 所以是0.00925好不好 好緊接著下一個觀念 小數的處法一樣 我們不贊成你真的拿指示 然後開始小數做處法 任何的處法都可以把它換成分數來看 只要你不是除以0就好了嗎 那麼 0.025除以0.37可以換算成0.37分之0.025 在這裡 那我們通過了分數的話 有一種好處就叫做可以怎麼樣 可以做破分的動作 我分子分母同乘一個不為0的數就好啦 那既然小數點3位對小數點2位 那我通通乘以1000的時候 是不是我就通通解決了小數點的問題了 好因此就變成什麼 370分之25 那370分之25又可以做約分的動作嗎 分子分母同除以5 因為都是5的倍數 我們不是說過了嗎 尾數是5或0的 都是5的倍數 好除了以後我們得到什麼 7十四分之5 這樣子是不是各位同學 比較不會發生計算失誤呢 好那接著我們就看一下 歷屆基測試題當中 跟小數的四則運算相關的考題 好 各位同學 那我們一起繼續接著看 93年度第一次基測的第23題 好 提問要求536×0.52 減掉364×0.48 加364×0.52 減掉536×0.48 它的值為何 A選項是0 B選項是20 C選項36 朱選項是40 當然在這裡 DJ的墨先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件事情 像這樣子的四則運算 你都一定可以用 無法練剛的方式 獲得最後的答案 你可以沒關係 慢慢做啊 536×0.52 乘開來了以後 再去減掉 來364×0.48 再做一次 三位數的計算 再做一次 364×0.52 再做一次 536×0.48 等到呢 四個值式運算算完了以後呢 再來依照 題目給你的加減去做運算 如果用這樣的方法呢 這個題目你可能花了10分鐘 欸 我們的機測是有考試時間限制 不是無限上綱 隨便你愛寫幾分鐘 寫到你爽在交卷 並沒有這樣子 如果說 每一個這種題目 你都要用這麼龐大的計算的話 弄DJ的墨告訴你 很有可能 機測大部分考33-34題 你可能寫不到15題 時間到你要交卷了 好不好 因此 這種題目 都是需要利用一些計算上的技巧 或甚至於我們稱為技術 通常 沒有第二種 就考什麼 結合率 好 那有關結合率的部分 怎麼使用呢 很多同學聽了會說 蛤 結合率 在這裡怎麼用呢 來DJ的墨秀給你看 首先我們要先觀察 我們的算式 同樣的部分有536 欸 536 有364 有364 可是 可是 也有0.52 0.52 0.48 0.48 那在這裡很多同學就會有所疑問啊 欸 那我要怎麼樣抉擇 到底採用哪一個呢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如果採用的是0.52的話 前面536跟364 正好結合了以後 變成1000 然後0.48的部分 作為結合率的依據的話 減364 減536 正好等於什麼 減1000 可是我如果用另外一種寫法的話 欸 我要536 536 合在一起 好 那麼536 去乘上 0.52 減掉 0.48 答案等於什麼 0.04 那536 還要去乘以0.04 這樣就很麻煩了 因此我們就知道說 喔 先經過觀察 篩選之後 我們就決定了 我們不要用536的 我們要用小數的 來作為結合率的依據嘛 好啦 那我們就把它分組 你看 DJ的貓還特別幫你用不一樣的顏色 標示出來 536乘以0.52 跟第三項的364乘以0.52 準備做結合 第二項的-364乘以0.48 跟-366乘以0.48 做什麼 結合 那我們就得到啦 536加364乘以0.52 在前面 減掉後面的部分 364乘以0.48 跟536乘以0.48 做結合 變成 364加536乘以0.48 好啦 那這算是可以改寫成什麼呢 1000乘以0.52 536加364不是1000嗎 1000乘以0.52 減掉什麼 1000乘以0.48 那就是520 減掉什麼 480 答案等於40 因此我們選什麼 選出 好 接著又到了 What you do 的部分 如果你在遇到大考證後群 你頭腦一片空白的時候 又看到這麼龐大的計算 你慌了的時候 不要真的就開始傻傻的 去做直式計算 然後算這麼龐大 記得 請你靜下心來 這種題目一定都會有規律 因此我們要先找出題目的規律 欸 重複出現的是誰 然後它是怎麼樣出現的 第二個請你一定要記得說 這樣的題目 永遠逃離不了 要不然用結合率 要不然用什麼 分配率 去精簡它的計算 絕對不可能是要你用直式計算 然後算了四成以後再做加減 這樣子的話太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那希望 如果在機測遇到這樣的考證的話 各位同學都能夠順順利利 很輕鬆愉快的利用結合率跟分配率 可以得到分數 OK